你要感觉到 以前我会骗人 现在我读书之后才知道 骗人最后是对自己不利的 我千万有改变 你的气质就改变了 你今天读书多 我怎么样可以 用诈骗的方法 来骗人家的钱 那气质怎么会改变 我今天读完才知道说 你诈骗到最后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你就改变了 读书要紧的是明白那个道理 而不是学到一门新的技术 我想这句话对现代人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